那我们当然也是一样 就是观察一下他的这个新闻本身 第一个连到他的网页里面 那当然不是说直接看原始码 那怎么看比较快 比如说我要把这些里面的所有的那个标题跟超连结 一样跟刚刚一样 标题跟超连结抓回来的话 我要怎么做 那未来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你可能就是把它丢到资料库 OK比如说资料库你可以建一个什么建一个那个table 然后里面的话就把资料塞进去 insert into就可以了 那后面那个可能自己再练习一下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先抓什么 抓他的这一个好了 焦点第一个 最后一个第一个是什么 网购代销恶性倒闭 OK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 别当再当盘子 什么 这是什么这是广告吗 现在的新闻 下的标题越来越 越来越不像那个 就太口语了 而且有些标题下的太太没有那种修饰的感觉了 OK 所以不是网络上有常看到一则就是一个一个说法 就是什么 嗯什么什么 小时候不用工嘛 长大当记者 你有听过这个吗 只是别人讲的 不如我讲的 我引用啊 我引用啊 你用 你用湘民的说法 哇 现在湘民力量真的超大的 可以左右整整个 那个 有没有 现在最近不是炒 炒这些东西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知道一下 现在的这些新闻啊 因为每一家新闻其实他的重点都不一样 而且不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媒体会有不一样的角度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我要大量去把全台湾的所有媒体网络新闻全部抓回来比较的话 好 比如说我要想要知道网络声量啊 哪一些关键字等等的 那其实就可以利用哦 Python来做最简单 真的蛮简单的 而且他套件非常多 你要分析什么都可以 比如现在哪个关键字声量最大 其实他有一些套件 直接就可以帮你把里面的文字 哪一些关键字哦 出现的次数最多 好 比如说像人民好了 他可以让你排序 哪一个人民的声量最大 而且甚至各位有看过那种图啊 那个图里面都是字 那那个字的话呢 声量最大字最大 有没有 其实也是一个Python的套件就可以完成哦 OK 那并不困难哦 好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这里面总共会有一 每一个页面都有四则新闻 那我要把这四则新闻怎么抓 一按右键 先检查一下 二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有个关键的地方 他会停在span 不过span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懂的话 请你往上一接 span的话基本上有点像一个框框啦 这里面放的什么呢 他的test在这里 然后他的那个超连结的话一样是A 不过你会发现哦 这个HREF的位置刚刚比较放后面 现在放比较前面 特别说这个这个属性名称哦 不见得会按照顺序哦 有的会放前面的放后面 这个没有关系 没有没有固定的方法哦 OK 不过大部分还是A 空一个HREF HREF就是他里面的一个属性 那里面的话就放他的超连结 那如果我要把它抓下来的话 基本上第一个我跟刚刚各位讲说你第一个要抓什么 抓class class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类别 那当然我要知道说这个类别哦 是不是这24则新闻全部的东西 那我的习惯这样 1点两下 2Ctrl C 3Ctrl F 我的习惯是Ctrl F 然后把这个class哦 贴到这里下来 贴上 OK 那你可以看一下哦 他一定会先找到 1的话指的是目前的位置是不是第一则新闻 第一则没错 如果of24的话呢 意思是他找到这个东西 他找到24个 如果说这个数量跟你要下载的数量是一致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这一个了 OK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诀窍哦 在书里面没讲的 这是我自己平常的习惯用法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知道之后的话 那我就可以用填空题了 可以怎么做 1 可以把刚刚的 刚刚的什么 刚刚YouTube这个有没有 把它复制 好 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啊 这个可以把它当样板 复制 copy一下对不对 建一个新的module 把它怎么样 全部贴上去就可以 那贴上去就改嘛 OK会改嘛 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超连结 对不对 所以超连结的部分的话 就这个 它的超连结 OK 所以蛮多地方啊 你基本上它的架构都一模一样 那你要懂得有范本 所以网路上如果有一些范本 你会把它留下来 然后用那个beautifulsuit把它pass到sp 再用sp里面去找什么 找a 但是a不是要找那个啊 是找这个 所以把这个怎么样 点两下 复制它 OK 然后复制 class后面啊 刷到里面的东西啊 贴到哪里呢 贴到 a 这个是指的是html标签 这个是指的是它的class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而且是find all 因为有find all的话是24个 所以刚刚好它就把 那24个里面的所有东西 就把你get回来了 然后我们再利用for回圈 把它一个一个的把它get的抓出来 然后应该strip不用 因为我记得好像 它前后没有那些空白跟那个反斜线 你就不用去掉 就直接把它的文字抓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超连结前面啊 也不用加那个youtube 那我要抓的是什么 抓的是那个href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这样程式就写完了 就写完了 有做什么 没有啊 对 其实就是拿范本来改就好了 OK 这个是我写出来的范本 还蛮好用的 程式真的超短的 所以啊 用过python之后 你就回不去了 好 这样你用其他的程式写 你可能 我回想起我以前 怎么会用java写 一样的东西 写了大概 行数比这个大概多 好多好多倍 而且喔 光除错我都除错了半天 一半个部分 OK 所以现在想起来用拍的真的太幸福了 OK 那把它执行一下 让一下of-ok 24个 会不会出现 執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来检查一下 第一个是不是那个超商马桶铲子 什么 现在怎么都这样啊 但是你会发现奇怪 第一个是不是 第一个不是 为什么 因为它有更新 它可能一段时间 有没有 它会update 所以我抓的时候呢 应该是已经更新过了 有没有 所以第一则是超商马桶铲子 把里面的超零也抓过来 是不是 这个后面对 news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把它复制贴过 我记得应该是 最后一折的话就是 还是什么 别再当盘子 OK 又是这种 别再当 对没错 所以理论上24个就这样 一下子全部抓下来 方法非常简单 我觉得这招应该可以学起来 而且没有什么难度 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刚刚的YouTube抓那个 里面的关键部分 就把它延伸就好了 所以我这边的叙述方法 我主要是直接就跟各位讲一些 比较实用的技巧 那至于就是那个HTML标签 还有什么叫CSS 你们有时间自己才了解 不过我觉得那些你就把它当那个 理论吧 理论部分的话 配合我觉得实作 会让你比较可以真的具体知道一些东西 不然你直接去看那些 那些电脑书 即便你把它买回去 我说真的 你要把它拿来 全部看完都很累 因为里面真的就是工具书 所以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第二个范例 我们是抓那个 Yahoo上面的 这个新闻标题 那再来的话 如果已经做完了 同学可以再试试看 范例3 就ET Today 不过ET Today 它的难度 又会比那个Yahoo跟YouTube更复杂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找的也是焦点新闻好了 那不过焦点新闻里面 它会多一些东西出来 比如说这个 从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3456789 10则新闻 OK 那如果说我要把这10则新闻抓过来的话 可能一样 你要先检查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多增加DIV的概念 DIV的话实际上就是 在网页里面简单讲讲 就是它板型板块 一个DIV就一个板块 那板块里面有可能里面 又一个板块 它可以划分成好几个板块 用DIV去做那个排版 所以网页里面你可以发现很多的DIV 这个另外当然早期 早期的网页都是用table 用表格来当版面排版 新的都用DIV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基本上都DIV 那问题是 我的东西是在哪个板块里面 你要先知道 所以你可能要像剥洋葱 你要一层先抓到第一个DIV 第二个再把那个DIV里面东西 再把它抓出来 所以可能刚刚是一次就抓到 现在可能要分阶段 先抓DIV 再抓这个DIV里面的东西 也就是说 把网页慢慢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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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Beautiful Soup 当然它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如果用来用去 大概不外乎fine跟fine all 大概就够了 不是说其他不会用到 只是说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去查一下Beautiful Soup 这个套件 它好像网路上有那个中文的说明 不过后来我发现用来用去 大概这几种方法 已经足够大部分的 截取网页的需求了 所以今天大概我们就比较 着重在那个诗作 反正我们最重要的是Beautiful Soup 然后利用Beautiful Soup里面的fine跟fine all 把要抓的东西抓下来 那再来的话剩下 就可能要请各位 花一点时间去抓一些其他的东西 试一下 Yahoo 那时间 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试试看那个ET的date